Hello大家好,我是小跑 今天给大家来谴谈一下 带证书和不带证书的有什么区别 这也是很多粉丝朋友问到我最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今天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带证书芯片呢 顾名思义就是带血统证书和芯片 芯片是埋植在狗狗体内的 也就是算是一个电子的身份证识别号吧 芯片 血统证书就是一张纸粉色的 来证明这条狗的血统和血系 上面都写的一清二楚 出生年月啊什么的都写的一清二楚 父母是谁 祖父母外祖父母上面都有登记 还有出生日期 同胎几条小狗 上面都有登记 这个就是带证书的得母 带证书的得母是由她的父母 肯定是带证书的 带血统证书 而且她的父母也必须 父母双方都具有终身繁育资格 生出来的小狗才可以办理血统证书 她的父母都带血统证书 生出来的小狗只能确保她有血统 但是这小狗不能办证书 因为她父母没有繁育资格 所以说这小狗没法办证书 所以说小狗没办法办证书的原因 有很多很多 不能说 不能一概而论的说 小狗没证书就说明她不纯 其实也有很多没证书的小狗 也非常的优秀 像这种 她父母都有血统证书 没有繁育证书生出来的小狗 没办法办证书 但是就可以确保她有血统 这就是带血统不带证书的小狗 德国牧羊犬的繁育年龄是两岁 两岁以后 经过协会的一系列考试比赛 才会授予你终身繁育资格 两岁之前的德母 是没办法办繁育证书的 因为不够繁育年龄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繁育年龄 就是不到繁育年龄的德母 她生下来小狗 也没办法办证书 所以这个没办法办证书的原因有很多 那么说完带证书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不带证书 刚才我也说了不带证书 小狗不带证书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父母不到繁育年龄 或者是父母没有终身繁育资格 生下来小狗都没办法办证书 但是你不能说她这小狗没血统 这小狗也是可以确保有血统的 我身后呢 这条就是两届中国本部威威酷的后代 她在此声明一下 她不是酷的直系 她是酷的孙代 有的朋友可能误会了 说她是酷的侄子 不是侄子 侄子 是她的孙代 是她儿子的儿子 这个小狗之前给大家上过镜 是两条 其中有一条已经给上海的大哥发走了 这一条呢 是一条东德小母狗 东德牧羊犬小母狗 这条小母狗也不错 不过这条小母狗 也被河北的一位大哥给预定了 过两天就要发走了 这条小小库呢还在 小小库前几期视频我也给大家说过 她这个 看这个股量 股价超大的 她的股价和头版是一个特点 将来肯定长大个子 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两个年纪相仿 所以说我就给他们两个关到了一个笼子里 他们两个相处的还算和谐 不过他们两个平时吃食物的时候 东德比较强势 东德不让这个 小小小库吃 东德只要 哎 你看 他们俩打着玩呢 起来 东德本身就比西德要闹一点 好的话说回来 大家在选购德工牧羊犬的时候 就于这个代证和不代证到底有什么区别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已经有大概的一个了解 就是说如果是自己家养伴侣的话 将来不打比赛 你就要一个带血统不带证书的就行 能确保他有血统 血路清晰 这个就行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带证书的肯定要比不带证书的价格要翻好几倍 如果说你将来要打比赛 或者是说我就要就要别人证明 我这条狗是纯种的 我有证书 是吧 想玩高端一点的 无论是打不打比赛 我就是想玩高端一点的 那就要带证书的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简单的拍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请点点我头像 进我主页 私信我 评论的话 只能互动那么一下 私信我 我们才能够经常交流 才能找得到我 联系得到我 好的 我是小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